这城市不是我故乡 它是我拼搏的战场 这城市不是我故乡 它是我难忘的地方 英雄情间一生俱来 大奔战区耗尽万丈 它英雄歌唱 一耳不响 它总是我在生的地方 和英雄歌唱 一耳不响 扫山若绪让死生母航 一耳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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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找错房间的 对不起啊 你这是干吗 你这是干吗 干吗 借点钱用 不响 密码 我记不太清了 你是要钱不要命啊 拿着东西走 我 先生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先生 快 你好 这边 你好 这边 慢一点 慢一点 嗯 医生说已经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应该明后天就可以出院了 安总 郑总来了 谢谢 我来吧 好 谢谢 情况怎么样 医生说没什么事 一点批外伤 这两天就出院了 韩导啊 你总是把人往好处想 就是没有想到 这个社会 还有这么多险暗的东西吧 以后一定得小心啊 周总啊 陈光公司的市场开拓 情况怎么样了 韩导 你就安心养伤 其他事情就不要操心了 如果缺钱用呢 尽管跟我说 以后啊 还有很多事情交给你做 嗯 这样吧 明天我派车送你回去 谢谢周总的好意 明天 已经有人安排车来接我了 刘总你来了 昏昏的怎么样了 没什么大事 大家好 谢谢 韩大哥 出院手续已经办好了 随时可以准备出院了 那 那我们走吧 我现在马上就要开始紧张地工作了 别墅离市区太远了 我怕不太方便 是 那边现在什么都有 那边现在什么都有 网线啊 电话很方便的 是啊 我怕我没那个命 要不把他带上 别开玩笑了 好吧 那我不勉强你了 你也好好养伤 我先送你回去 好 谢谢刘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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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大哥 好点没 好多了 要喝什么汤 我下午去给你买 排骨马蹄汤吧 就爱喝这个 我给你买去啊 韩大哥 你在家吗 谁啊 不知道 韩大哥 你好点了吗 郭妈妈在挂念你呢 她亲手做了一罐排骨马蹄汤 让我给您送来 我来吧 谢谢啊 那待会儿向郭妈妈支谢吧 妈 最好的谢法就是满足她老人家的心愿咯 有的事情是不能勉强的 知道也是 那你可不要辜负我们刘总的一片好心哦 那你可不要辜负我们刘总的一片好心哦 行呢 我先走了 韩大哥你好好休息 美女再见 再见 有空跟我们公司来玩 哦 给 喝吧 趁热 嗯 听说周总的公司最近在销售方面出现了问题啊 哦 那你想怎么办呀 我身体也好了 明天 我想去她公司看看 看能帮她做些什么 嗯 好 来 给我 还喝吗 陆经理 情况怎么样 不行 老周 这样可不行啊 一定要想办法 要不然咱们的钱 就往水里扔了 一个现代化企业 没有自己的品牌 没有自己的销售网络 和成熟的市场 能有出息 能有大的发展吗 你别再提念你的发展了 好吗 我现在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 以我们现在的规模 哎 我们每年可以稳赚两百万 就算是 扩大业务 扩大规模 我们也有发展 可是你现在 研发费用就花了几百万 在打水漂 我在股市挣的那点钱 现在全赔进来了 我心疼 陈哥 我们九六年放着人人羡慕的 国员企业老总总工不干 自己创业 就是为了干一番事业 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赚点钱 每年两百万的加工分也就够了 没必要做成光这个品牌 是啊 成光这个品牌 是没有人知道 是卖不多 我们是很困难 我们是在用加工赚点钱 去买原材料 去搞科研 去发工资 去打市场 但是 我们掌握着 国内最先进的 专利和专业技术 我们有一支 团结进取的骨干力量 我们有一颗 称霸全国 扬名世界的雄心 我最欣赏的一句名言是 成光的秘诀有三个 第一个是 Never give up 第二个是 Never never give up 第三个是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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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up 就是坚持下去 只有坚持下去 才能达到成光的彼岸 承和啊 你也知道 我是江西人 我的老家离井干山不远 那可是 老革命根据地啊 当年 林彪提出来的 对这个革命形势啊 悲观失望 他说 革命红旗 到底能差多久呢 结果 毛主席 高张远主 提出来的 新兴之火 可以燎原的 英明论断 结果呢 就打下了红色江山 我相信 困难是暂时的 任何事物的发展 都会有个过程 我们只要找到了 这个打破瓶颈的方法 一旦找到这个方法 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好 咱们就 再试一试 好 韩大哥 看你精神头好多了 要不然我陪你出去活动活动 好 我们就去爬梧桐山吧 好啊 爬不到山顶 爬到半山腰也可以啊 好 好 好 韩姐 你女儿要跟你说话 宝宝 好啊 说爸爸想你 爸爸想你 乖女儿 爸爸也好想你啊 韩姐 近来还好吗 不要给家里寄太多钱了 创业呢 留着自己与我爸 雨花 不管怎么困难 每月要给小虎打三百块钱 这样 我才能对得起 在酒泉之下的兄弟 还有 每月妈妈那二百块钱 也是不能少的 尽管妈妈有退休工资 但 这也算我们一点小心了 我要一时机不会前去 你就先帮我垫上 好的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 我没有这么聪明的女儿 我太高兴了 回去以后 我再好好谢谢你 韩大哥 你不是说爬到半山秧吗 这眼瞅着就到山顶了 这人啊 一定是爬得高 才能看得远 这个道理 虽说谁都懂 但真正做到 可就不容易了 时间吧 总会帮我们看清一切的 是吧 韩大哥 快到山顶了 走 嗯 韩大哥 你们一家三口的感情真好 特别让人羡慕 好是好啊 可这一百多万的债务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还得清 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江岭和他们团聚啊 妳好 您好 我找韩导 好 你等一下 韩大哥 韩大哥 来了 周总啊 你好 我头上的伤都好了 正准备明天要去看你呢 另外 进来公司的销售情况怎么样 大家想了一些办法 但是 还是需要你来出一出金点子的 谢谢新人 滴水之恩当永泉相报 我会尽力的 周总啊 我建议 咱们联合媒体 一起办一个健康沙龙 以健康关怀为主题 推销咱们的产品 咱们还可以从中小城市开始 逐渐向大中城市延伸 好 非常好 其实啊 我以前也这么想 我们把这个营销形式取个名字吧 是该取个名字 叫做 会议营销怎么样 会议营销 会议营销 这名字不错 可是要叫会议营销的话 可就得 有大把的专业营销人员啊 嗯 我可是局限无比亲啊 好 我有个朋友 叫赵群 医学院毕业的 高材生 现在说来就算不务正业吧 我想把他请来 在咱们健康沙龙当主持人 顺便 见营销总监 要是有了他 咱们一定能够事半功倍 可以啊 你怎么认识他的 大哥 您是应聘什么呀 我应聘副总经理 或者企划部经理 哦 你这要求还挺高 看 看有没有空缺 要没空缺的话 其实我文艾也能做 各位尊贵的嘉宾朋友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 隆重地举行一场 嘉华电子有限公司 的新产品发布会 哎大哥 咱们俩也算认识了 互相留个电话吧 哎呦 我哪买的新手机啊 这样吧 给你留个抠几号 好 这个人我们要订了 我们就需要学中医的 那我可就联系他了 哎等一下 我给他一个月三千五百块 可以先发他一个月 说哪去了 他还是有困难的话 又我呢 我给打电话 我问得是 我买到三千五百块 对 Hair 在海岸盼着 无恶情 在海岸盼着 无恶情 涵结的方案得到了陈光康复用品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周伟的赞赏和采纳 这次健康沙龙奠定了现代营销中极为有效的会议营销雏形 从此帮助陈光公司走出困境 走向全国 逐步成为华夏健康睡眠产业的翘楚 韩杰没有想到在姚宇红 郭茜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宋元运 若干年后她在反思这段感情的时候 意识到自己当时只身一人非常孤独 而且生存压力强大 需要异性的温情 尽管她和妻子只是为了避债而离婚 但她毕竟是一个人 血肉之躯的人 日久生情 面对这么一个温柔美丽 纯真善良的女孩子 她再有理智也无法抵御对方的功绩 喂 瑶瑶 有什么事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一会儿就回去了 哦 知道了 拜 这丫头 今天怎么了 汉姐 这么晚了 要不然就别走了 在这开个房间住去吧 我明天还有事 别紧张 老规矩一人一套 你是不是怕那个东北女孩子自己睡不着啊 你想到哪儿去了 那好吧 那我送你回去 我来家焊死了 你是不是在那儿去了 这房子就能吃车不着呢 咸位地区 你是不是也不是老规矩 那么多朵 不就什么都在 你觉得了吧 这她们大人社会 那么多 notions 哈哈哈哈 这么晚了还送我回来 不省感激 别顺溜溜的 好 再见了 好 再见 元元 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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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谁欺欺你了 你 我 你冤枉我了 我才没冤枉你呢 我看你跟谁都好就是不跟我好 行了 别哭了啊媛媛 你还不知道我对谁都一样好 韩大哥 我有一句话憋了好长时间了 我今天想跟你说 我想说 你别说 我怕我真的不能答应你 那是你的事 说不说是我的事 韩姐 你听好了 我宋媛媛今天就要跟你韩姐在一起 我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事 我就认定你了 我还是跟你在一起了 那姚语红可不女儿又怎么办呢 韩大哥 你已经离婚了 只要你同意我们两个是可以在一起的 媛媛 你别太冲动好吗 冲动 你见过有人冲动 你冲动冲动三百六十五天的吗 我跟你在一起照须相处这么长时间 你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 你今天一句话就这样回绝我 你不觉得你对我太残忍了吗 媛媛 你这话不能这么说 如果说 我接受你就是善良 不接受你就是残忍的话 那我们俩在一起 岂不是对我的女儿和瑶玉红太残忍了 你不想做坏人是吧 行 我做 你不想财人是吧 我财人 你给我出去 我以为不想见到你 你给我滚 滚 我让你出去 你给我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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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sper命 你滚 我滚 你真的不想做 我们来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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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